淡水屯山社區的農田相當熱鬧 由淡水屯山社區發展協會 淡水區農會屯山國小共同主辦的 夏日暑期割稻體驗活動 由屯山社區的謝信地主 主動將自己種的稻田提供出來給社區 邀請大家一起來體驗 而紅樹林有限電視 更提供大人小孩都可以休息的帳篷 來協助活動 能會表示其實現在許多都市人 都很少有夏天經驗 希望藉此能夠讓大小朋友一起來學習 體驗當農夫的辛苦 目的就是說讓學生能體驗這樣一個活動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讓學生知道說 早期農人在耕作的時候 他們除了在插秧以後 然後做田園管理 撕回 灌溉 然後從稻谷 讓它從稻谷 變成稻米 我們燉山里就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大人口水 所以我們燉山里在淡水屋裡面 算通病的地方 所以你早期民國 然後在七十年左右的時候 我們這裡可以幾十公圈 都在保產的時候 那時候可以說淡水屋來說 我們這裡可以算出米算通水就對了 有了有了 我說掛在那裡 手要穿什麼蟹餅 什麼動作 這裡掛起來了 有了怎麼這樣說 小朋友體驗用鐮刀進行割刀 屯山里長表示早期屯山里地勢平坦 靠著大屯吸水灌溉更是淡水地區 出產最多稻米的糧倉 面積有數十公頃之多 而目前屯山里有六公頃的稻田 生產在地無毒米 希望大家可以吃在地 而現場許多小朋友都頂著 劣率三十多度的高溫 進行割刀體驗 據說當農夫真的很辛苦 也因此會特別珍惜米食 讓學生學到了一堂寶貴課程 先把那個刀握起來 然後用鐮刀去就是割 但是對我們來說就是那個 因為割刀太大把 所以我們都會先抓一半 然後再割 你覺得那個農夫這樣割刀是不是很辛苦 對 為什麼 也因為在大太陽底下 那個太陽很大 這樣一個參與室體驗室的活動 才能夠讓小朋友瞭解 那個水智盤中孫 歷歷皆辛苦的感覺 還有能夠把這個深刻的生活體驗 刻進他的記憶當中 現場不只是有屯山志工的幫忙 還有農會志工所提供的涼水 以及使用在地食材做的點心 而里長也希望透過實際的體驗 還有一些食材 讓小朋友們學習食農教育 記者許多恩一帶回采訪報導 謝謝 謝謝